大家好,我是来自首块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着游戏呢,叫做牙钻 游戏的评价大概在30左右 大家只需要利用手上的工具去完成 病人的一个口腔清理 然后根据上方的一个排列顺序 按一次完成就可以了 说到牙齿啊,其实大家每个人肯定都有啊 除非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会掉牙以外 大家都对自己的牙齿不是特别关心啊 除非是他特别疼 或者是有的人经常抽烟会去洗牙以外 很多人对于牙齿的一个保护工作啊 都做的不是特别好 也是经常会出现一些蛀牙呀 或者是牙齿鸣感的问题 那说到牙齿呢,其实很多人都习以为常 然后他们认为牙齿就是自己的身体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关于牙齿的一个指示啊 确实是特别多 自从我摆读了之后呢 我发现对于牙齿的一个理解 可能我们稍微有一些出路 牙齿指的是脊椎动物高度钙化的一个组织 牙齿呢,是很多动物上都有的 人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 和高等哺乳类动物的一个 咀嚼食物的一个器官 牙齿呢,这个牙体是啥呀 牙齿呢,是人类身体最坚固的一个部分 一般是呈白色,正常人略带微黄色 古代 古代的这个汉族标准语啊 是牙颜 意思是牙齿的整洁 甚至关系到社会的活动和地位 这个也是古代人也是刷牙 不是用什么食言吗,还是什么东西 但其实啊,在我国古汉语所谓的牙齿啊 牙的本意呢,是指你口向后部的这个草牙 也就是说不是你的门牙 而齿的本意呢,才是门牙 在古代牙和齿是不同意义的两个字 然后在古代的这个意义上呢 也有牙意和齿意之分 齿的其他意义呢,牙都没有 现在大多都是通用的牙来通称牙齿 音准发音啊,这个标准中呢 齿音在前,牙音在后 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的这个齿啊,就是指门牙 牙呢,就是在后边的咀嚼食物用的这个大牙 咬牙切齿啊,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在古汉语当中啊 也是我国的这个祖先分明 就是非常明确的区分了牙齿的一个概念啊 牙和齿不是一个东西 但是在现在的一般都是统成 就牙和齿就是指你吃饭 然后加上你遮挡这个整个的这个萌牙 有证据表明啊 人类和其他高等脊椎动物的牙齿呢 是起爱于远古鱼类的祖先 这一点呢,从现存的鲨鱼身上可以得到认证 其实呢,鲨鱼的牙齿啊,是非常特殊的 它自身的牙齿呢,会不断的去掉落 然后即使掉落也能很快的去生长起来 哺乳类动物与其他爬行类动物的祖先 那重要的分水岭不是胎生,也不是是否会哺乳 而是牙齿的分化 以及双猎齿的出现 这个东西就是 也叫双牙猎 双牙猎是动物一生只有两套牙 就是我们在小时候经常会说啊 这个孩子长乳牙了 乳牙呢,就是第一套牙 后面呢,长大之后乳牙全部掉过 然后会长出来横牙 就是会一直存在的牙 而爬行类动物呢,会不断的换牙 而哺乳类动物呢,基本上一辈子就 两套牙齿,就完全是足够了 如果说一个动物会一生不断的换牙呢 就会打破这个牙齿之间的闭合 因为在牙齿的分化当中 人类是可以在咀嚼时 必须使用上下牙齿咀嚼面 会让这个面完美的贴合在一起 而动物如果不断的换牙呢 就会打破这个闭合的情况了 其实 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啊 其实关于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见的一些东西 然后在我们的理解当中 可能它们比较常见 但是很多情况下呢 如果你仔细去抛解它的意思 你会发现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 如果说没人跟你说的话 你是不会知道牙齿是分为两部分的 即使是在我没看到这个东西之前 我也不知道原来牙齿指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说 孩子现在换牙比较频繁 这个其实是跟骨骼生长有关系 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吃的东西 可能比之前会稍微好一些 然后很多人就会换牙换的比较频繁 就比如说今天长颗卤牙 可能过两天就掉了 然后就换了一颗横牙出来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好是坏啊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叫做牙钻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首酷儿 游戏的评价大概在三项左右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首酷儿的其他游戏视频 我们首酷儿还有其他游戏攻略 等待您来观看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